在重庆,你会遇到许多奇怪的现象 轻轨竟然可以直接从居民楼穿过 立交桥可以设计成上下五层 停在八楼的公共汽车,不再只是一句歌词 在重庆,一楼是加油站,六楼楼顶还是加油站 你以为你在大楼的一层,走到楼层的对面才知道 其实你在27楼 当你上了大楼的27层才发现,原来你又到了一楼平层 朝天门原是老重庆规模最大的一座城门,称为古鱼雄关 是古代重庆地方官吏迎接皇帝圣旨的地方 这里地处长江和嘉陵江的交汇处,从空中俯瞰 河流的走向形式传书中的八字,重庆的简称八也由此而来 广场附近的码头是夜游两江的出发地 在游船上观赏重庆夜景,迎着栩栩江风 色彩斑斓的灯光倒映在江中,流光一彩格外优人 解放碑步行街是重庆最繁华的地段 商场多,小吃多,美女多,是解放碑的三多 这里白天是上班族的噩梦,晚上则是吃货们的天堂 在八一路好吃街,几乎能吃到所有重庆的美食 惠心二楼观景台位于重庆环球金融中心 WFC的第73到75层 神座高速电梯52秒即可到达顶端 观景台奥利于中,视野开阔 游客在观景台可俯瞰两江交汇及于中半岛申请 享受视觉盛宴的同时,感受重庆独有的地理奇观 夜幕降临后,观景台更是与来福市、江北大剧院、南宾路等标志性建筑景观摇乡呼应 成为欣赏山城立体夜景的最佳地点之一 作为重庆的市中心,解放碑辐射全城 周围的14座大桥四通八达 接下来我们分南西北三个方向出发完转全城 虽然东西南北这种词在重庆并没有什么 18T是解放碑南面的另一条步行街 象征着真正的山城老重庆 当你在解放碑领略现代都市的繁华后 便可来到18T,领略独特的山城风景 游走老重庆,当然必须体验一回真正最传统的山城特色 那就是奇距陡峭的十台街 在保留传统山城风貌的同时 一间间木制店铺错落有致的并列在街道上 头顶有汽车,脚下有马路 到了晚上,整个18T变成了灯火夜市 宇周边的万家灯火,遥相呼应,竞选一派烟火器 福管会馆始建于清前二龙年间 又称羽王庙,羽王宫,主寺之水的大羽王 伴随着300多年前的湖广田四川 移民们修建了这座湖广会馆 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湖会馆建筑群 都听说过大羽之水,三过家门而不入 却很少有人知道她的家正是在这里 大羽的妻子涂山吕娇原来是一个重庆妹子 也就是以九尾湖为图腾的那个部落 羽王宫的江对面有一个名叫淡子石的地方 这个淡子石其实是淡子石的物传 相传大羽在外之水,吕娇每天在涂山上盼望着大羽 久了就与涂山一起化为了一块石头 大羽的之后非常悲伤 他对涂山市的感情感天动地 终于让石头裂开,里面出现了一个孩子 这个孩子就是乞 所以这个地方就被命名为淡子石 长江所到,起于北站的湖广会馆 横跨长江一直到南岸的龙门号 城上所到滑向长江对岸 一路可见近在咫尺的钢筋森林 长江以及江北南岸区的城市风光 是山城最具代表性的体验项目 被誉为万里长江第一条空中走廊 山城空中公共汽车 所到的南站便是龙门号老街 这里是观赏东水门大桥的结佳位置 老街正处在大桥的正下方 一抬头便是标策型的双塔 轻轨就是头顶跑 不懒夜景,未到重庆 南宾路可观看到最美的渔中夜景 灯火辉煌的渔中半岛 水餐夺目的南宾路 曝光灵灵的长江水 流光溢彩的跨江大桥 一起交相辉映 是南宾路获得了重庆外滩的美誉 南山又名屠山 正是大宇时期 九尾湖部落屠山市的主要分布区域 关于九尾湖 山海记中原文记载是 其壮如虎而九尾 于是后人想象成它有九条尾巴 其实也可以解释成九结尾 形式狐狸的动物 也就是某某的小熊猫 到底长什么样 可能也只有大宇最清楚 南山老军洞始建于汉朝三国时期 距今已有1800多年的历史 是重庆主城区最大最主要的公关 被誉为川东第一道观 整个道观 衣衫造垫 凿臂成像 自山门起 岩峭壁成悬枝形层层分布 顶上的八角亭 就为悬枝上断的一点 比起大名鼎鼎的南山一棵树观景台 老军洞于黄殿的视野更高 更快阔 游玩的趣味性也更强 这也是近两年 这个原本的小中景点忽然火起来的原因 南山大精英是全国最大的动物雕像 雕像高50米 外幅金箔 逆射通道可直蹬头部 平栏远眺 重庆方圆树十里风光 尽收眼底 是重庆市区内最高的观景点 解放碑往昔是人民大礼堂 大礼堂建于上世纪50年代 外观设计上 参照了北京天堂的起年殿 是一座精美的仿古民族建筑群 也是重庆的标志建筑物之一 皇冠大扶梯连接了两路口和重庆火转南站 虽然配套设施比较老旧 但值得一试 毕竟垂直高度相当于22层楼 全程下来不到10分钟 视觉上还是非常刺激 鹅岭公园位于长江 嘉宁江南北斜持而过的陡峭山崖上 因山市形似一个老鼠头 啊不 是酷似一根鸭脖而得名 是重庆最早的私家园林 公园里的看圣楼是观看 于中半岛全景的最佳地点 虽然只有九层 但因地处重庆半岛的最高处 登顶还是会让人觉得有些胆战心惊 站在高耸的楼上 360度看重庆 白天观热闹喧哗的都市风光 夜晚赏山城被内饰色的罪人秘境 低头往下看就是著名的 女子坝川楼轻轨 女子坝轻轨站是 从进轨道交通二号线的一座车站 由于地形原因 轻轨经过此处时 需要穿越一栋商柱楼的第八层 山城的复杂地形 造就了全国绝无仅有的震撼景象 在女子坝站的对面 修建了一个观景平台 这里是最好的拍照位置 不过最好的体验方式 当然还是自己坐到轻轨上 亲身感受 轻轨穿过居民楼的感觉 轻轨的下一站是佛图关 每年二月下旬 这里的美人梅进入圣花溪 鲜花点缀绿叶间 粉色的花海分布在轨道两旁 列车穿行在花海中 就像一般开往春天的列车 佛图关是古代恶手重庆的咽喉 三国时期 蜀汉江州太守李延 曾打算把佛图关凿断 让两江之水在这里汇流 把江州城变成一个 四面环水的江公之岛 最后因为祝葛亮的真调而未果 有同样想法的还有晚唐时的李商尹 当年的他接触在佛图关夜宇寺中 并在此写下 君问归期未有期 八山夜宇掌秋池 何当共建西窗竹 雀化八山夜宇寺 夜宇寺已经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明代万历年间在原址上 取代修建了一座观月庙 这也曾是川东地区规模最大 香火最盛的道教宫观 毕竟中国的江南信佛 西南信道 华南什么都信一点 全国共有170多座灌地庙 在古代关羽和岳飞经常在一起合似 因为岳飞代表了中 而关羽代表了义 关月庙就是中意化身 所以在古代深受军人崇敬 出征缅甸的中国远征军 也在这里宣誓出发 国泰艺术中心位于解放碑的北面 大楼以红色作为主色调 像筷子一样胶质重叠 虽然看起来毫无规律 却又紧紧有条 犹如重庆火锅一样火辣 被网友亲戒地称为筷子楼 再往北走就是大名鼎鼎的红崖洞 主体建筑是一座 巴鱼风格的11层吊脚楼 每一层都是密密麻麻的各种商铺 以吃喝为主 辣椒的气味淋漫在空气中 白天朴实无华 夜晚璀璨绚烂 重庆人习以为常的吊脚楼 没想到重建后一下打破了次元壁 被外地游客称作为现实版的千语千询 周围是陡峭的山峰和峭壁 而内部则是错落有致的小巷和街道 形成了全国唯一的立体式空中步行街 是重庆排名第一的网红景点 红崖洞的美一定是要和千词门大桥结合在一起看 从红崖洞的楼顶可以直接走上大桥 这里是拍摄观赏红崖洞全景的最佳位置 夜晚的千词门大桥灯火通明 横跨在嘉陵江之上 静观感觉非常霸气 宛若明星片一般的风景 眼前的红崖洞更显金碧辉煌 桥的对岸就是重庆大剧院 晚上的大剧院在亮灯后非常震撼 灯光在建筑外墙上流动 形成一幅巨型的光影作品 仿佛是重庆夜景中的一块金银矿石 光影桥是重庆第二大商圈 与解放碑不同的是 这里以年轻人为主题 充满着青春和活力 九街拥有着非常丰富的夜生活 总能碰到漂亮的小姐姐 商场 书店 小石街也能逛很久 红恩寺是一个典型的山地公园 地形起伏较大 西北面悬崖峭壁 南面则是斜坡临江 山顶的红恩阁为仿古建筑 共7层 海拔高度468米 东宁阁顶可以俯瞰于中 江北等六区盛景 观音桥解放碑的万家灯火 也都尽收眼底 录制所及大半个重庆 是中心城区视野最广的观景平台 瓷漆口古镇始建于宋代 距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 原名龙隐镇 术有一条石板路 千年瓷漆口 龙缩版的小重庆之称 相传明朝初年建文帝朱允文 被其四叔朱地篡位 逃出黄空后削发为生 当它流落到巴鱼一带时 曾在瓷漆口宝伦寺 允长长达五年 世人之情后 就以真龙天子曾在此隐居 而将地名改名龙隐镇 新出时正以生产瓷器 并成为西南地区最大的转运地 古镇因此得名 镇内保存了较为完整的明清风格建筑 和千年不变的纯朴古风 令其成为重庆江州古城的缩影和象征 自古有巴鱼第一古镇的美誉 这些就是重庆主城区的精华景点 重庆是一座山城 重庆只能一山就是 利用好每一片土地 发挥好每一片空间 这才打造出了这八滴魔幻山城的效果